Hello, 大家好, Mipomor Carmen 你看, 多豐盛 因為現在有榴槤季節 人們也很喜歡吃這個第一流 它的榴槤真的很好吃 它全部都是用馬來西亞的榴槤 你看它有很多種不同的榴槤 譬如這個D163, 葫蘆 又有這個D24, 聽個人最喜歡的 這個就是蘇打王 D101, 這個就是紅玉 很多人都會喜歡吃紅玉的 近期都很興奮 最後呢, 最喜歡D197 這個就是貓山王 你看, 頂級, 這個真的是頂級 它還有其他的零食 去年買的我們很誇張 然後是這個螞 saw 這個榴槤螞蜊 D24榴槤螞蜊 大家吃完一定上看 這個是這個贏藝銀嫲很喜歡 今年呢, 新出這個榴槤春捲 你看, 榴槤春捲也不錯了 可以試一下 這些是室溫解凍 幾個字 這個比較久一點的 它建議解凍兩個小時的 你吃之前室溫解凍它 你看到它淋不淋的 你就可以吃的了 好 還有什麼? 這個都是很多人喜歡吃的 其實榴槤烘有些人是買來做生日蛋糕的 你可以試一下這些千層蛋糕 很棒的 它一個也是解凍完除 而且有些人很喜歡吃甜品 尤其是榴槤季節 那些人會突然看一些帖文 就會很想吃 想吃就突然找榴槤 還有有時候買榴槤是最重要的 你去到 可能你又不知道熟味 馬來西亞榴槤就好一點 因為它是樹上熟的 如果是泰國榴槤 你想吃的時候 你又要等 又要等的 可能又要擺幾天的 這些一吃已經是最好的狀態了 它淡氣冷凍的 在最新鮮的時候冷凍了 因為用淡氣冷凍 你完全解了之後 跟你吃這個新鮮的榴槤那些 開出來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所以為什麼這麼多人喜歡吃它 還有這個榴槤班戟 超棒的 這幾個是最大熱的 所以給大家看 那今年如果有興趣榴槤的食品 可以再跟我們下 逢星日二五飛機到貨 對了 有什麼WhatsApp我們 謝謝 拜拜 拜拜